音樂 一封信 一本筆記本 还有一个好神秘的轮盘 这三样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这三样东西带我们来到高雄的街道 我要寻找我的情人 他已经失踪已久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靠这三样神秘的物品 来找到我的情人 这是我们的解谜游戏叫做迷岛 迷岛就是指我们的台湾高雄这个地名 好那迷岛的话要怎么玩呢 请大家先把我们的影片按赞按分享 还有我们频道按订阅 接下来就带领大家一起来到迷岛的解谜之旅 在我们打开迷岛这个游戏的时候呢 请记得请勿随意拆越 请勿随意拆越 请勿随意拆越 非常重要 因为它里面有许多的信封 这些信封是绝对不可以看的 就是你不要把它打开来 有些玩家就是一开箱 就是想要把所有东西都打开 就是这个游戏是不行的 然后呢 它有卡片也不能看 就是它会有三斗不同的卡片 这个绿色的就是支援卡 也就是我们的提示卡 那这个蓝色的呢 就是线索卡 对这蓝色的卡片非常重要 不可以看哦 然后这些红色的呢 就是回忆卡 就是我们的真相卡 也千万都不可以看 这些卡片都是不能看的 绝对不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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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游戏要怎么开始呢 首先呢我们会得到一封信 对这是写给我的一封信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轮盘 这个非常神秘的一个转盘 我们都要靠这个转盘 才会打开就是我们的真相 好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笔记本 我们还有一本就是 不知道是里面写了什么的笔记本 那你游戏开始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一起把它打开来看了 好那我们要怎么样 你要获得这些游戏的线索呢 好来教大家一下如何玩这个游戏 那要如果说你打开了某个卡片 或是某个信封上面有画这个蓝色的卡片 然后上面中间有写一个英文字母的话呢 就表示说你要打开线索卡 然后看它中间的英文字母是什么 如果是A你就开线索卡A 对我们的线索卡上面中间也有写一个英文字母 所以说你英文字母是什么 你就找到对应的线索卡把它打开来看 你这样就会得到一些提示 然后可以去解谜 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信封 像这边有画一个信封的符号 然后中间有一个红色的图案 就表示说你要开这个红色的图案的信封 因为我们的信封呢 它的每个信封左上角也都有一个 就是红色像油戳的东西 那这个图案呢就是对应说 你看到什么图案 你就把哪一个信封给打开来 对那这个信封开了以后呢 就黏不回去了 所以说大家就是开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就是不要把它撕破啦 好那就是我们的会得到东西的地方 然后呢如果说你得到了一些 信封啊卡片或者是游戏手册里面 有任何的地方你都可以查看 然后会从这些地方呢得到一些线索的提示 然后去用这些线索提示来解谜 好那我们解谜要怎么样解呢 然后那我们就要看我们的轮盘了 就刚刚讲的这个神秘的轮盘 好神秘的轮盘要怎么使用呢 首先你要先看你的这个谜题的图案是什么 我们每一个谜题呢都会有一个对应的图案 例如说这边有一个火车图案好了 那就是你先把火车图案给找到在轮盘的最外圈 然后呢你这个火车的题目的答案是什么 它会有三个不同的数字 不一定不同嘛就是有可能不同有可能一样 就是三个数字 那你下面就是转到说你要的这个数字 对齐这个上面的题目 好例如说火车我的答案是012好了 那我就转到012好 这样子呢下面中间那一圈的地方呢就会出现三个不同的符号 哦这个出现好多个 这出现五个符号 那就是一定是错误的答案 因为呢如果说答案正确的话呢 下面只会出现三个 而且是一样的符号 一模一样的符号就表示说 你答对了恭喜你 那如果说出现 例如说四个五个或是小于三个 不是三个的话呢就表示说你答错了 或者是三个它上面的图案是不一样的 有一个不一样就表示你答错了 一定要三个图案呢都一模一样出现在这个圈圈里面 那才会表示说是你答对了就是正确答案 OK 好所以说呢 你们说明书里面也有范例 就是说这三个圈圈出现一样的图案 就表示你答对了恭喜你 那你就可以解出这个谜题的答案是什么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真相卡 那如果你答对的话呢 我们就要去找这个真相卡上面 有对应的符号 假设你刚刚三个圈圈里面出现的呢 是一支钢笔 那你就是翻开这个钢笔符号的回忆卡 回忆卡就是真相卡 你就可以看这个真相是什么 好所以说我们可以就是不断的得到一些真相 你就可以拼凑出整个故事的真相是什么 然后呢 把所有真相卡都打开以后呢 那你就是完成了这个迷岛的整个谜题的历程 然后你也知道整个故事的真相了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所有的真相卡都解开 这样子你才可以就是得到这个迷岛的真相 好那如果说你解不出来这个谜题 你觉得太难了卡关怎么办呢 好这时候就需要用到我们的提示卡了 好提示卡上面有写支援 然后是绿色的卡片 那你就是找出那个相对应符号的谜题 例如说这个王将这一题的话呢 你就是对应说 好我现在在解王将这一题 那就是找出中间有王将这个符号的提示卡 然后呢你会先翻开第一张 第一张的提示呢会比较简单 就是告诉你要需要哪些线索才能解开它 对比较简单 就看你的线索有没有凑齐 好那如果翻开第一张完以后 你还是解不出来的话呢 你可以再翻第二张 第二张的话就会比较进阶一点 它会告诉你说要如何利用你刚刚得到的这些线索 来解开这个题目 好那就会告诉你比较多的资讯 好那如果说第二张打开完以后 你还是不知道怎么解还是没有头绪 那就只好开第三张了 好第三张就会直接告诉你正确答案是什么 然后告诉你这是如何解出来的 对所以说第三张就等于是正确答案的意思 所以说大家尽量不要开第三张 好不好就是要只能开前两张呢 你才会有解谜的乐趣 打开第三张就是你彻底放弃了 放弃这一题不想解了 你再开第三张 好每个题目呢都有三个提示 所以说你们可以自己找这些 就是你想要什么提示 就是从这一堆卡片里面去找 好所以说你卡关的话也不要害怕 你一定可以解开的 对因为你有这些提示卡 好的那如果说提示卡用的比较少的玩家呢 就表示你比较聪明啦 那整个游戏如果说你全部的提示卡 充充都用了 那就不好意思 你可能比较适合玩其他游戏 好谢谢大家 好的那我们这个迷岛这个游戏呢 它是一个解谜类型的游戏 所以说如果你喜欢玩就是密室脱桃啊 或是玩一些城市寻宝那一类的解谜 或是闯关游戏的话 你也适合玩看我们的迷岛哦 或是你喜欢玩桌游里面 就是有一款叫做EXIT Exit 还有我们翻成中文的大搜查 英文是Unlock 这些游戏呢都跟迷岛有点类似 就是都是解谜成分的桌游 然后是合作游戏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玩的 所以说如果你喜欢玩EXIT 或者是Unlock的话呢 也非常推荐你玩玩看我们中文的迷岛哦 对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解谜游戏哦 而且它只能玩一次 就是跟那个EXIT啊 或是Unlock一样 就是它是一个只能玩一次的桌游 因为谜题你解开了 它就会告诉你真相 真相是什么 然后谜题的答案是什么 你都会知道 所以说你没有办法玩第二次 可是你可以把这盒游戏借给别人玩 对 因为你自己玩过以后 你就可能不需要它了 你就可以就是二手出清啊 或者是送给朋友玩啊 都可以 好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介绍的迷岛 那如果支持我的朋友呢 也请支持一下我的个人最新创作 就是我国语写真专辑 成蜜 为什么名称这么长呢 因为后面呢 有附十首歌 这首 这张专辑呢 总共有十首歌曲 曲风都不一样哦 而且其中有五首歌的歌词呢 是我自己创作的 跟FIR的阿庆老师一起合作 他写曲我填词 所以说后面呢 都有附证歌词 以及我的创作心得 所以说有兴趣创作的朋友 可以参考看看 还有呢 这总共附了160页的写真集哦 非常非常的精彩 有各式各样二十几套 不同的造型 这些造型呢 大部分也是我自己所做的服装设计 对 所以希望就是 大家会喜欢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我哦 好 那这张专辑呢 十首歌曲风也不一样 像是有R&B阿 有舞曲阿 有抒情歌 有甜蜜的歌 有快歌 什么样的歌曲的曲风都有 十首歌都是不同曲风 所以希望大家呢 在视觉享受之外呢 还有听觉的享受 或是你想要看我的MV的话呢 你也可以到YouTube上面搜寻 里面纯蜜 MV就可以找到了 我总共有拍六首歌的MV哦 好那如果说你想要购买的话呢 非常欢迎来 秘密基地桌的专卖店购买 因为在秘密基地桌的专卖店购买的话呢 还会加送你一盒 超棒的阵营游戏 叫做狼人真言 喜欢玩就是狼人系列主题的朋友啊 或是喜欢玩猜谜游戏的朋友都非常适合 因为它就是大家要共同找出一个咒语 就是会猜一个咒语是什么 那如果猜对的话呢 我们就狼人要找出先知是谁 如果猜错的话呢 我们就要抓出狼人是谁 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 那如果买我的专辑就送一盒给你哦 非常非常的划算 因为等于是买一送一的优惠啦 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前往 咪咪基地桌的专卖店的朋友呢 你也可以在全程各大唱片行可以买得到哦 或者是你可以上网搜寻如何购买 我们网路上面也可以购买得到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是咪咪基地 咪咪大家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冬夜里 掉落了爱情 试试起 一片片回忆 想每次也许任近日 甚至千离去 我的你 我曾心动了 爱上了 也曾流泪了 伤心了 我手藏红也在庭院 等着你呢 就让我伤口慢慢离合 夜里独自醒着 也许到梦天 你突然回来了 收藏你的迷惑 放弃我的曲折 看走了 这一首寂寞的歌 就让我伤口慢慢离合 夜里独自醒着 就让我伤眼默默哭着 帮你一封睡了 可许有那一天 能突然清醒了 记住爱的深刻 埋葬我的不舍 玩着我 终于唱心醉的歌 就让我伤眼默默哭着 帮你一封睡了 就让我伤眼默默哭着 帮你一封睡了 可许有那天 能突然清醒了 记住爱的深刻 埋葬我的不舍 玩着我 这一首心碎的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